大家分享即可 又到了星期的《起趣看上王》 我是Apple 還有呂sir 還有瓣外音 兆師妹 Hello 大家好 大家記得看這集之前 叫我 like, subscribe, share 我們的《起趣台》youtube and my facebook page 有甚麼表現問題 都可以在線上聊天室 跟我們打招呼,聊天 或留言區留下你們內心的疑問 我們上一集講完郵堂 郵堂再過一點 其實都有藍田和將軍澳 我們好像沒有怎樣說過 很多地方都沒有說過 講完一百九十多集 如果沿著上一次 記不記得我們有幾樣東西 我們都會賴著講啟德 又講過 有新的施政報告 又說要起橋 又說起路 又說起甚麼延線 另外有一件事我特別啟發 我看了一個留言說 那些水泥廠搬走 搬走搬去哪裏 小小妹 昌爾搬走 正如修例說要即時停工 我很好奇 其實有個問了 你的水泥廠怎樣都會影響地方 搬去哪裏 於是我們就去看 原來水泥廠搬去將軍澳 將軍澳有說有新的發展 其實又說有137區 132區 那是否實質搬去那裏呢 我暫時都不知道 但是原來將軍澳呢 在未來還有一些新發展 其實將軍澳呢 你由我們以前初初 他開頭都不叫將軍澳 亦都沒有人聚居的 到現在這樣可能已經變成一個很大的市震 將軍澳的構成部分其實很大 就大到怎樣呢 他的地區 例如他近期多人留意 Port Cone之後 那個將軍澳南 將軍澳南那裏的填海地 填海了一些 另外又日出康城 最近又說有條橋 搭了過去 有條那些甚麼 張南瑞島 橋那條 另外有個 不知道跑步又有些 跑步的位置又通了 不是今天是最近今年 整個將軍澳呢 如果我們想起將軍澳 為甚麼叫將軍澳呢 是否真的有將軍呢 是否以前有 真的有 我看到原來他真的不知道 宋朝還是明朝 諸如此類 總之很久以前 他那個地方 原來很早已經有紀錄 不過他是小村落 但又不是用名字去用 如果你想起以前 叫甚麼名字呢 英文你知不知 將軍澳原本不是叫DK 叫甚麼 Junk Bay Junk Bay Junk 是甚麼 垃圾 真可憐 真是很大 其實原來他那個位置 你見到那個位置 剛剛好 其實我們說游堂 接著那個位置 剛剛是 原本海峽的出水位 出水位有一邊 就流到那邊張軍澳那邊 原來剛剛好 張軍澳就剛剛好 都在那個山脈裏面 跟那個觀塘 你原本那批一面 另外一邊就是張軍澳那邊 所以你比較難去理解 究竟那邊是新界 還是東九龍 只是看寫信 都不知道究竟是誰才對 他說爭卑 當然他真的有垃圾 還有垃圾站 那個位置有些蛙 好些的呢 海峽的那個位置 你接觸那個水位都不錯的 尤其是上個原雲 八雲澳南那裏向南的 向南的 如果你有聽過 那些說 現在就說向北 北面見水 其實在八雲的時候 就是南面見水 所以那時我也有講過 我們叫些人去做些投資 都可以看到那時爛地那裏 我們回回軟頭 我們講張軍澳 我在這裏講多一句 就是我記得有人在說 那個出水位在這裏去到 水便流走了 其實它流走那裏 我記得留言這樣說 你的水位在這裏流流到 你原來海峽是走的 但其實最重要就是 那個維多利亞港有多寬 即是好像一個瓶那樣 你聚不聚到水在這裏 那個瓶有多寬 入下去之後 能不能聚到 如果純粹窄的一條河道 越來越過了 那就不聚財 以前好多寬一點 現在又說越填越窄 有些人都是這樣批評香港 好了 我們講回張規澳 張規澳其實整個組成部分 我們剛才講的幾個部分 其實由我們講過澳南那裏 已經是新的 你舊一點 我們記得在那裏 就是坑口那裏 坑口以前的坑口村可能很大 我們有差不多一年多 知道那裏進去 然後省口 他再進去一些有寶林 那些不知道 什麽鬼 市區那裏發展很多 公屋 居屋都有 另外 就出來 就是我們講滾澳 講現在的將軍澳站 才去到澳南 然後另一邊 很有趣就是調頸嶺那裏 調頸嶺以前 我做記者 第一次採訪 我記得在那些報紙都收拾了 調頸嶺 是臨賊那時我去過一次 拍攝照片 有一片那些 清天辦滿地紅的旗 那時我做的 就知道原本那裏叫做調頸嶺 調頸嶺不是叫調頸嶺 有個鬼佬在那裏做生意 撿了一顆 那裏掉了 後來改了 政府就改回調頸嶺 好了 我們講回調頸嶺那裏 都沒有後來現在的澳南那裏 是這麼黃的 然後拉著再遠一點 就是日出康城那裏 日出康城那裏 就扯著那裏 就是垃圾那裏 那裏後來 那時阿成哥 搞一些屋苑 心亢神儀 就是那些時候 我記得我做過報館 那時都扯著在那裏 那裏運營套廠 據說 就會牽涉去工業村 由日出康城到工業村 再移到一個 將軍澳新區那裏 那裏 我也找了一些圖 小師母可以給大家看 大概那裏 那重點呢 我們這次呢 就不是講這個田海區 我就想講什麽呢 那裏運營套廠 你由康城到澳南 又說有那些報行區 又成這樣 可以聯繫了 那好像就幾好 那我記得那時呢 這牽涉到那個發展 如果你看回那個 將軍澳南那個地方 都幾多東西在那裏 很多的 那它的地理位置 你可以看回地圖 它就是剛剛好在那個 水位 套進去填多了少少 就在那個灣位那裏 退了下來 而正正在那個位置 在張軍澳的位置 它就向真是澳南 張軍澳南面 那這個區間呢 整個呢 就很多樓 那個站在那裏呢 就張軍澳站 它前面那個位置 叫做條頸嶺站 條頸嶺站呢 相對來說 還沒有這裏那麼旺 是 很有趣的 沒有那麼旺的 是條頸嶺站 再對回站的另一邊 就是公屋那些 居屋多些 那麼去到 條頸嶺站那裏 那裏有個 不知道是維港灣盤 我有個老朋友在那裏住的 那裏比較低一點 那裏也不算很低 那裏也不算很低 但是它一頭一尾 它近… 走很遠的 走很久的 如果等下走到 走到真的 橫風橫雨那裏 走出來也很辛苦 它條路很長的 很長的 據說那裏 萬一如果真的在垃圾站那裏 有機會在那裏 所謂的一百三十二區 就是它另一個位置的時候 都有機會在那裏 到時都會聞到味 不知道是不是那些車的東西 這個是後話 那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們說回澳南那裏 剛才說的 就是由那個條頸嶺站 到這個將軍澳站 其實就是很多樓盤在那裏 那個樓盤包括呢 原本的站的常蓋 和它在旁邊的 我記得在二十多年前 就已經開發出來 就零幾年開發出來 已經有 我有一個很久的師傅朋友 就在那裏 家人就搬去那裏 是張軍澳中心 整個廣場 混亂了 不記得那裏 那裏呢 就有一堆屋是舊一點的 而我們說新的那裏呢 就張軍澳南邊 有一堆新屋 就好像豪宅那樣的 是天盡再下去 小師傅有沒有去過那裏呢 那裏我沒有去過 沒有去過 對呀沒有去過 Porkon有沒有去過 Porkon有去過 立即走 去完立即走 就不走出去外面 幾站附近食渣 其實沒有走下去那裏 沒有 有沒有去到那個海肥那裏呢 海肥是否設計 DI那裏呢 DI DI設計那裏呢 DI設計那裏呢 DI設計那裏 我真的沒有去過 這裡我找了一個圖 有些屋苑 你可以去給人看看 那裏呢 我不是介紹屋苑 那裏也舊的 賣光了 這次又不是賣廣告 但我是在這裏分享的經歷就是 譬如說這個呢 向海那時發展呢 我找了一些圖 小師傅可以看回我 我上網找了圖 就是它未發展 是爛地一邊的 是 是 當時呢 我就叫我的學生 包括我自己也有份去做少少 叫他們去買 那時 都貴的 12000 13000 14000 有些貴的 當然見到海呢 貴那些才買 見到海那些 有些人都不認同 我記得還告訴我 哇 很多供應那裏 很危險啊 什麼什麼 然後 有些人說風水不好 為什麼 整路嘛 整地嘛 這裡 你入了那裏又在掘東西 好不好風水 我就說 你不用理他 好了 那重點在哪裏 重點就是它真是向南那裏 如果你向南那裏 它屋苑比較多 現在今天很多叫做 叫做 扭粉 粉絲 很喜歡那裏 其中那裏 你在屋苑有地鐵站 一路走出去 沿著那條路 就好像華起中央公園 然後兩旁 就有這些 一路低密度 由高至低 就是越出越矮 那裏 現在買多少錢 我回答你不到 因為高峰期好像是兩萬元 或以上 你如果在頭那裏 譬如我叫學生 一幾年 一三四五 那班人 你們記得留言 證明我沒有吹水 留言 知道嗎 證明吹水 那裏 最重點 去到中間那裏 貼近海 我就叫做 不要選那裏 為甚麼 向南那裏就好 首先 八雲 見南面見水 我說沒有問題 整個地區都沒有問題 你是欠在那個 走到那個圓運 到現在動蕩 有些轉變 特別是南面那裏 有貼著海的位置 有些甚麼名字 忘記了 南塘奧 我記得 或者貼著海 就不是它的屋 或者建設有問題 而是它是貼得太近的水 為甚麼是太近的水 我說有危險 你也認識 於是你想想 將軍澳原來最危險的位置 就是打風落雨 到那時 我聽說 山竹那段時間才誇張 水又湧過去 浸到甚麼呢 浸到它中間那段 我又忘記了 那個學生住海天盡 中間的 有些不知 一個是住那裏 一個是住那裏 他說水已經浸到那裏 浸到那裏 浸到那裏 然後滲下去有些 停車場 滲得很誇張 如果大貼在海邊那裏 怎麼辦 就更加危險 貼著海 試過 試過 如果你看回 我看那些紀錄位置 其實他連 張君澳 我不是說 小師妹有沒有去那裏 原來我那個朋友說 他那裏那個海皮那裏 好像跑步休氣那些位置 那些石和磚都建了 現在改了 好像要建防波堤還是甚麼 所以張君澳 這裏就算你們如果要選擇 選擇這些地方 買了那裏 你不要罵我 那些海皮那裏 就小心一點 當然不是經常打風浪雨 但是今年 神委 未到現在都做 那麼今年你要注意到那些水 一樣有機會來多次 那麼尤其是現在 向南 正南的話 就見山好些 未來都是 那麼這些又會差些 那麼注意一下那個環境 那麼你如果真是水太重 似乎就一般 就是如果你進入一些 所以反過來這些這樣的單位 貼回地鐵站那邊 近地鐵站那些就好些 沒有辦法了 我這麼說 你們不要罵我 你們在那裏 算了罵也不要緊 但是我想提醒就是 你如果看回 現在不是我只是我說 我看回土木工程拓展署 那些高危低蛙地點在哪裏 即是市區特別的 除了我們最著名的硬花磚 硬花磚 或者可以半島之流 或者有些個別西銀盆 就是將軍澳南 在九龍區那些 那很多 當然西貢 或者大澳那些 我不再說了 那麼你 將軍澳南 是點名的黑名單 那你就要注意 那麼水浸的時候 你如果駕車 就拍到別處 其實我告訴你 即使不是水浸問題 本身你去住那裏 除非你駕車 否則都走得旁遠 距離那裏 海培那裏 其實都軟的 那裏是軟的 但是環境 優美 有些駕車的人 沒甚麼所謂 因為將軍澳的回船 住很多位都可以 如果你的環境 你向那邊 我那時買單位 或者現在有些人有那些 單位走出去都見到海 在露台都見到海 都不錯的 我有個朋友 現在都在買 我那時經常去 我那時經常去 因為經常去游泳 很脹快 都多國內人 很有趣的 那邊如果你的助向 你就留意 就近地跌 有時不用向正南 西南斜斜的 見海就好些 側側的 側海不怕 然後你如果那裏貼著那麼多 你很有趣的 那邊 看公屋那邊 沒那麼值錢的 看內縣那邊 除了海之外 都值錢的 為甚麼呢 因為他說有個中央公園 他建個中央公園 他就是 說那些 政府說建個中央公園 就由中間一路去到海鼻那裏 有個大花園 不知道有寵物 諸如此類 由我一幾年那裏建到現在 都未完成 也是這樣 不知道為甚麼 不過有件事是很有趣的 他就說 在那裏 政府一定要建個停車場 我就看他會不會 水浸那時看停車場 是否糟糕 大家要小心點 這件事我看到 特別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在那裏 拍車在公園那裏 向正正南 我估計 因為有20年 20年如果要破財 浸爛車 都是破財 如果是地下停車場 我建議大家就盡量避開 是吧 如果你不認同 你便試試 盡量去拍到其他地方 將關我很大的 這個澳南 我有個經驗告訴大家 另外還有日出康城那一部分 另外坑口那裏 有一堆屋苑 那一堆就低窪一些 亦都沒有甚麼新的樓盤 為甚麼有些人會問我 為甚麼經常只說新的地方 不說舊的地方 因為新的地方會改變 譬如我們一回說的澳南 就是由它新初初的 到現在成型 它是不是變了 是吧 由它開頭的價錢到現在 那是有些環境 質量 所謂的東西改變了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去選擇的時候 用投資的心態也好 去冒險也好 這些是一個嘗試 是吧 沒有甚麼驚喜 另外就是 日出康城有機會再說一下 因為那條橋可以跑過去 小師妹有沒有去過日裝 我真的不記得 不記得那麼有趣 我沒有去過 我真心告訴你 但你剛才說 我自己在張君路 有去過Donkey Donkey 那頭真的有走過 我可能找一次 特地去繞個圈 回來和大家研究一下 好 好 你有空嗎 立刻去吧 立刻去吧 好 好 大家不如撞一 好 我們趕著去張君路 所以大家繼續和我們 繼續收討我們喜取台 記得要like 訂閱我們喜取台 YouTube和Facebook page 住張哥的朋友 都可以在留言區 置底留言區 留下你的疑問 即是未來的一些作向 或者你自己覺得 為甚麼海景又好像 不太對路 各樣東西 或者住落 覺得習不習慣 都可以留言和我們聊聊 分享一下 有甚麼任何問題 我們繼續在留言區討論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